若能必信 何须便利三成 久经多结 若能必信 这一句是关键 就看你能不能真正相信 必是必实 你若是真实的相信 何须便利三成 就不须次第见修 三成表示次第修学 从声闻小成 再进入大成 菩萨五十一个位次 逐渐的修学 便利三成 久经多结是讲所学的广博 学得多 时间长 佛在经上一般说是三大阿僧奇节 但在华言上讲的时间就更长 不止三个阿僧奇节 而是无量阿僧奇节 才修得成功 久经多结是对这法门不信的人 他要便利三成 久修多结 如果对这法门真正相信的人 即不悦一念 顿正菩提 其非大事 这里讲的大事 的确不同于法华 华言讲的大事因缘 莲池大师为我们点出一念 但凭一句南谋阿弥陀佛 你就顿正无上菩提 南谋阿弥陀佛 最基本的辆培 然后证据 为什么 最基本的辆 tenth一晋indo的 一晋得